凌晨三点,我正趴在电脑前,研究着那些没有情节只有骨与肉的片子,几室式的地板上还残留着一片孤独着的泛黄的绿炉,因为缺乏照料,他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并且被保洁阿姨带进了那个半人高的黑色世界中去了,而现在放在弹弓桌上的是一盆声浆然的军子兰,他静静在那里绽放着,随着光阴的流动, 见证着发生在急诊室里的一个又一个故事,我抬起头只见一男一女正微笑着站在门口,没有病人,先来吧,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,性格有不同,习惯有不同,格局有不同,能力有不同,音符有不同,有的人无论医生是否正在接证其他病人,总喜欢直接闯进诊室,打断医生的工作,他们的理由是, 我就咨询个问题,尊重社会的游戏规则,比如这对身界来到急诊的夫妻,明明敞开着大门的急诊室里没有病人,他们却能够礼貌性的选择敲门,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细节,这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秉性, 没想护照大胆地得知这位病人的正义之举后,对他做出了很好的评价,病人是一位男性患者,和我同龄,但我面前的这位同龄人却又明显于我不同, 因为他自幼便失去了言语和听力功能,而只是微笑着,在那样漆黑的夜晚,看见他脸上的笑容,也是一件能够减罚的享受, 他并没有回答我,而是指着自己的脑袋比划了一下,我将签字底夹在夜窝, 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,示意他,有没有发热,直接他从口袋中,逃出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, 然后工整地在上面写了漂亮的字迹,我有些感冒,咳嗽,头痛,没有发热,看见他的字迹后, 我有些惭愧,因为他明显要比我的字迹漂亮百倍,就这样,我和他在笔记本上完成了交流, 等到他拿着换电单,再次回到急诊室的时候,急诊室又来了其他病人, 他安静地站在门口等待着,和自己的妻子交流了起来, 直到此时,我才发现他的妻子,竟也是一位没有语言和听力功能的特殊人士, 我不知道在他的身上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,也不知道他和妻子之间有着怎样的心酸, 但是我知道他的生活,未必不是幸福的,凌晨三点十五分, 这个城市还在熟睡,十二,发出一语,赵大旦总是批评我, 继续恍惚说八道,城市还能说梦话呀, 他并不知道这个城市是活着的, 不知道每一个角落里的阳光都是流动着的, 他并没有仔细聆听过凌晨三点这个城市的声音, 也不知道包括我和他在内的每一个在凌晨还清醒的人, 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助角, 这个和我同龄的患者, 站在门口安安静静低等着, 并没有直接拿着化验单打断我正在进行的工作, 我一边看见眼前这位大叔, 又余光偷偷地看了看这对夫妻, 不知道无声世界里的他们会不会争吵, 我内心的这种八卦问题很快便被打断了, 一位戴着耳环, 露着我身, 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, 嘴巴里还掉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的年轻人, 不顾分着护士的劝阻, 直接闯进了急诊室, 似乎我不满足他的要求, 就立刻有生命危险一般, 我扭头看了看这位不自以为是的年轻人, 你稍等一会, 等这两个病人看完就轮到你了, 两分钟就结束, 他的意思是在提醒我, 这个醉酒的患者并无答案, 不一定非要立即处理, 有没有医德, 知道什么是急诊吗? 这时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五十岁的男性患者, 默默地拿起我还没有喜欢的病例, 起身离开了, 既然正在看病的患者已经主动离开了, 我也不想从这位全身赞巴这九天位的年轻人继续纠缠下去, 好吧, 我现在去看看, 好好看, 仔细一点,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压着有些的囚犯一样, 一次却勇敢由心而生, 我有权利拒绝给这样的患者及同伴服务吗? 如果我不拒绝, 势必将自己陷入危险境地, 因为这种没有理智, 没有格局, 没有人性之人随时会爆起, 无论义入没有错, 如果我拒绝的话, 同样会将自己陷入难解之地, 他们会拿医德和态度说是,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也完全有可能, 可是, 同我一样, 中国的医生就是这样在不安和屈辱中生存着, 没有安全的职业环境, 没有拒绝服务的权利, 这个所谓喝醉酒的患者, 也是一位年轻男性, 他正坐在急诊室对面的长廊上看着手机, 这不是很好吗? 我问这个压着我抖出急诊室的年轻人, 一个神智清楚道能够看手机, 能够安安静静独自坐在板凳上的年轻人, 血压, 呼吸, 线律完全正常的情况下, 完全没有必要急诊处理, 甚至根本不需要处理, 判断这位患者并无大案后, 我转身离开继续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, 他突然拉住的上衣, 将脸逼近我, 真的没有问题, 出了问题你负责, 当时除了有一丝慌张和愤怒之外, 我竟然还有一丝开心和嘲笑,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傻逼, 这种人在社会上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, 我还没有来得及呼喊保安, 照到胆还在惊恶之中的时候, 有一个人出手了, 这位一直在急诊室门口, 坐旁上官的龙雅患者一个箭步冲了上来, 用力将我和年轻人分开, 他将这张纸条地的那个满身酒精味的小痞子眼前时, 我真担心他会被无辜前连, 可是,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 起见嚣张的小痞子, 竟然只是带着几句干话便乖乖的离开了, 我不知道这位罗亚的患者,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, 不许只是出于一份发自内心的善良和正义吧, 我们见惯了坎坷, 习惯于自己充当坎坷, 甚至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, 竟然还存在着热情和热血, 如果换作是你, 面对医生被暴力袭击, 你会怎么做, 是选择像那位50岁大叔一样临着绑身, 还是选择像这位偶然患者一般紧身而出, 一万个人可能会有一万个不同的答案, 也没有绝对的对错, 我想到的只是, 中国义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环境, 究竟何时才能得到改善,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, 这凌晨的突发事件, 便是这个城市睡梦中的一语, 城市沉睡了, 偶尔发出不知所谓的一语, 我们麻痹了, 在每一天扮演着冷些的看客和视众的材料中消失着, 清醒着的, 平凡着的, 前进着的, 聆清着的, 思考着的, 只是在每个凌晨三点, 都在研究着那些黑白无声影像的我, 感觉让一直沿着他, 那么, 每晚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你呢, 甚至要比他们更加光荣和伟大, 照大胆讯后对他发出了赞叹, 有时候, 我们习惯于拥有色眼镜, 来看待残商人士, 却不知道, 这些残商人士, 其实都是生活的强者, 比普通人更加有爱心, 更加有感恩的心, 而我们这些所谓健全的人呢, 我们除了有着完整的肢体和功能之外, 还有什么呢, 可悲的是, 我们连最起码的正义感也没有, 连最起码的爱心也没有, 即使是最起码的价值观, 也可能是扭曲了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